在今天本土新增病例是 6042例子已经趋缓了 但死亡病例仍然居高不下 有109例 中南部将达到高峰吗 医生非常担心 另外在今天引发渲染大破的是 台湾第一起两岁男童 确诊病逝的这个例子 在今天引发了各界关注 最主要是爸爸出来控诉说 其实当时他们叫救护车的时候 竟然足足等了81分钟 这消失的81分钟到底怎么回事呢 爸爸希望能够公布通联记录 所以我们先来看在今天 新北市议会也炮声揉揉 为什么不能用19 为什么不能用19送 就这个问题 市长您可不可以帮我们回答一下 它有两方面 一方面它是要防治传染病 那一方面我们也要救治病患 在这个上面我们都会 很简单 请求一定的 如果我是家长 我接到这个电话 你看我会不会挂你电话 我现在就是要送19 我现在就是要送医院 你是要拒绝他不能送医院吗 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都会跟家属好好的在 家属没有 你没有好好的跟家属沟通 他现在才出来 开记者会 告诉你这81分钟有多荒谬 荒谬到局长你现在还回答不出来说 为什么不能送医院 你只给我了一个大规则 跟我说不能送 好我们现在马上要跟恩恩爸爸 做视讯连线来谈谈这消失的81分钟 爸爸到底手上掌握什么样的资料 以及他为什么要求要公布通联记录 但是我们先来回顾整起就医的过程 好恩恩是在4月14号出现症状 昏迷和抽搐 在4月19号离世 在这中间 他出现症状的4月14号的那一天 爸爸曾经打过三通电话给卫生所 但没人接 结果他就问了新北卫生局 说孩子发烧 但没有筛检 能不能去就医呢 答案是要问卫生所 结果家属又打电话 打了1922 但只能记录 而且不断地转达转达再转达 据说每一次有新的人来接的时候 爸爸就得再全部重新讲一次 光光在1922就浪费了足足20分钟 接着好不容易打通新北消防局的电话 又得回头和卫生局再做确认 后来他打了19去报案 总共打了四通 也要求要和卫生局同意 而且确认才能够派车 足足等了81分钟才等到救护车 前面光光打电话已经花掉二三十分钟了 接着又等了81分钟才等到救护车 在七点半的时候 男童送抵医院救治的时候 其实已经过了足足91分钟了 我说的是这81分钟再加上路途的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为您视讯连线恩恩爸爸 来谈谈这消失的81分钟 爸爸 是 您好 今天你要求要公布通联记录 这个通联记录是你和谁的通联记录 是和119救护车之间的通联记录吗 不只这个119救护车通联记录 我还要求是我们跟1922 或者是综合卫生所 那当下快接近6点的时候 我的小儿子原本抱在妈妈的手上 他能自己坐着 他突然瘫痪倒下来 那一直喊他的名字 他尝试想要睁开他的眼睛回应我们 可是他就是贪软下去 然后没办法再做起来 我们觉得不对 我请妈妈那时候5.59分 第一次进线119要求 我们清楚描述恩恩的意识不佳 贪软 我们要求赶快派救护车 再送恩恩跟姐姐 还有妈妈一起去医院 这是第一通的求救内容 那当下我问他说 我们报案了 你救护车可不可以快点到 什么时候会到 他告诉我们 哎 由于你们是确诊者 他们只能先联系新北市卫生局 同意派车 或是联系收治医院 才能做后面的实际的派车动作 那到6点20分 我们第二次进线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本人在这10分钟的时间 他的意识还是不佳 这时候他的全身肌肉开始僵硬 然后碰到他一下 在妈妈抱着他碰到他一下 他哀痛的不得了 一直在哀嚎 我们只能让他平躺在床上 尽可能近控他的 周围 因为我们担心他会是呼吸道不够 暢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肌肉 这么僵硬 然后碰到他就很痛很痛的感觉 那种 那种感觉我没办法描述 对 然后 第二次进线跟小邦局 讲人的状况要编跟他 请他赶快派救护车来 救护车什么时候要来 还有各个都是我们 抱歉 我们还在联络新北市卫生局 还在尝试联络 我觉得很有问题是 我先撇开前面卫生局 打不通过192那些废话 我生命紧急状况的状况下 我只知道打119救命 那我119打了 一通禁线 为什么等到 7点20中间经过81分钟 救命的119才到我们家来 这中间119联系的谁 他们做了什么处置 包含跟消防局 包含卫生局 他们联系是什么 我们要求的是说 119 卫生局新北市政府 或者是192 请你们还原我们夫妻在当晚 5点半到7点20之前 跟你们这些所有政府机关 通年的记录 请你们帮我们义无意识还原过来 我跟我老婆都是接力 在打电话在抢救 可是为什么换到了 这样子81分钟的 等待的结果 我们不懂 我们 只能江西民 因为他们很忙 他们做了努力的处置 那好 那第一个你先还原 当时之后 我们的 双方夫妻 我老婆打给你们的沟通 中后 包含 你192 或是跟我 或是跟我的这边的通年记录 通年记录 通话录音 尤其是消防局 那个81分钟 最为一关键 请你先一五一十的还原出来 第二个是 你告诉我们 你在接收到我们的求救之后 你们的横向内部联系 你们跟新北市卫生局 或新北市卫生局 怎么去跟医院联系的 请你们 告诉我们这个真相 让我们知道说 我在那个时间点 我小朋友的确是需要 81分钟的等待 不然的话 我觉得我很不甘心 就是 等救生81分钟 人生最漫长 就是我不敢想像 我请及生命危险 我需要 每一通都告诉你 患者意识变更差 你还让我等了81分钟 好 所以我们听到恩恩爸爸 心痛的控诉 恩恩爸爸 从你打第一通电话 我们不要算那个119救护车 就是 当你发现孩子生病了 你打第一通求救电话 到最后孩子送到医院 中间到底整整花了多少时间 因为我听到你在讲 这个过程当中 小朋友其实病情是急转直下的 这是在救命 这是在抢救 但这中间不断的 转接 等一下 你再联络一下 等一下 我再问一下 就这样的孩子 离开了我们 所以我想知道 从你第一通孩子生病 开始求救 到最后你送进医院的大门 这中间到底花了多长的时间 5点33分 我们 所以从5点33分 打第一通就化 打第一通 综合卫生所 好 所以5点33分 到进医院是几点几分 进医院时间 我依据新闻报道是7点31分 所以等于花了两个多小时 超过两个小时 是 你就当作是两个小时 好 两个小时 来 肃清 是 这样的时间 对于一个孩子病情在急转直下的父母而言 那真的是交心又痛苦 那真的是交心又痛苦 而且我很想请教恩恩爸爸 就是说 事实上 你在第一次联络119的时候 我印象中 你会打119是因为他的状况 已经急转直下了 对不对 所以你那个时候有告诉119说 他的状况是什么 除了高烧之外 包括他瘫软 包括他开始抽搐 其实都有明确的告诉救护的人员 对不对 我打了四通 每一通电话 我儿子的状况变更差 第一通 告诉119 我儿子意识不佳贪软 第二通 告诉他说 我儿子浑身肌肉僵硬碰到就痛 第三通 告诉119 我儿子已经是在抽搐 然后不停 完全不停止 然后中间 一度我听到我老婆哭喊 没有呼吸了 那119 有请我老婆赶快做人工呼吸 那当我老婆要去做人工呼吸的当下 那呼吸又回来了 所以他们其实 他们其实是知道 恩恩的状况非常非常的紧急 每一通 我们都一直强调很紧急 我老婆到第二通第三通 第四通 都是在哭喊的求救 说救护车什么时候到 是 那为什么我都没有到 然后什么时候来啊 其实我知道那个 这个恩恩确诊其实也是过程也是蛮 蛮曲折的 因为你 当时也 因为你们有在鞠躬有在干嘛 所以你们 有人说你们家附近其实有医院 但是 你那个时候有想过说 能够直接去医院吗 还是因为碍于你们全家都确诊 你们也没有办法出门去救自己的孩子 第一个 我不再综合 我在新竹被隔离 第二个 我老婆 那时候也是在发高烧 然后我女儿其实他的症状比恩恩还早 我女儿四点半先吐醒 然后他在这之前 我女儿其实眼睛有上掉 然后我老婆就是先处理好 我女儿 那我女儿就休息 就在床上也躺着在休息 那这时候恩恩就是突然 吐醒 然后帮他处理完之后 就是我们开始求救119的时候 那你问我说为什么没办法 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确诊 然后当下 两个小朋友状况都不好 恩恩状况更差 我们 最直接的就是想到119 我趕快打119来 然后直接帮他们全部送1 然后就是 在打完119 他好像有希望的 他们在帮我们联络了 然后只是 我们一直没听到舊屋这道声 在打第二通 第三通 第四通的时候 时间就过去了 那加上恩恩在第二通 6.20的时候 他肌肉已经僵硬 碰到他 他就很痛 我们那时候 也慌了 也不知道说 应该要怎么处置 我们担心他是不是 呼吸到需要畅通 我们就是把他摆在床上 然后 帮他那个尽可能调整他姿势 让他确保他呼吸到是通顺 因为他那时候一碰 他又一直疯狂的哀嚎 是 所以 所以 我想 孩子的状况 跟当时 全家都确诊的状况之下 是 又很慌乱 又慌乱 然后不断的 119又给他们希望 是 他们就会想说 如果我现在自己跑去 会不会更慢 对 而且我在想是 感觉是前两通 119甚至是 没有联络上台北市卫生局 新北市卫生局 感觉第一通跟第二通之间 他们说 他们在尝试联络 对不对 对 是 没错 没有 他先打给那个 新北市卫生局 没有 他先没说 他也没打通过 好 好 恩恩的 这样的让我们遗憾的过程 在现在 我们已经 过世了十个孩子之后 有没有被解决 我们的确诊者 延误就医的情况 有没有被改善 这样的遗憾 会不会再发生 我们不希望悲剧再发生 所以我想问一下素青 我们也谢谢恩恩爸爸 接受我们的视讯联系 我想问素青的是 我们回到恩恩的那一章 现在呢 其实 在恩恩事件之后 CDC已经宣布 生命危机 可以透过防疫计程车 亲友接送 步行或自驾前往医院 在恩恩事件之后 我们的政策似乎已经做了改变 但是改变的政策 并没有让我们的遗憾减少 我们看到在今天 也有一起孕妇确诊 他虽然119拒送 119又拒送 119可以拒送吗 我先讲清楚 我先谈一下恩恩这个状况 恩恩这个状况 我必须说 你可以看到它卡在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就是 我们的政府虽然预先知 已经看到案例 可能儿童要来的 外国的儿童案例多了 可是我们还是坚决坚守说什么 我今天119我要联络 新北市卫生局 新北市卫生局要去找哪些医院可以收 于是就变成一件事可以解决 每个人都三个人都在处理同一个 这是在鬼门关前抢救生命 对 所以他们还在联系当中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真的觉得爸爸他们真的心急如焚 我真的想问一件事情 他们当初如果说 直接不说确诊 你只要问救护人员 如果这个不是确诊的孩子 他已经是一个贪卵 眼睛上吊 然后已经开始抽搐 甚至严重性的连续基要 他如果不是一个确诊的孩子 你会让他等80分钟吗 就居然是因为他是确诊是原罪 他必须等层层的联系才能去 好 后来我们转了这个 我觉得转这个也很好笑 他说好了 终于透过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如果你真的很紧急的 像恩恩他们全家都确诊 妹妹也在出事 妈妈也在高山 第一 你以为防疫计程车这么好叫吗 我们之前问过里长 说实在 防疫计程车 你有叫他还告诉你说 你等一下我先联络上 联络上到来 其实甚至是好几个钟头的事情 所以防疫计程车是 我觉得我们指挥中心要想想 没有那么多 第二件事情 所有人都有亲友可以接送吗 一个爸爸在新竹隔离 妈妈自己在发烧 同事要照顾两个孩子 谁来开车给他 什么叫做自驾 谁能驾 所以我们想得很清楚 最后我其实还是要靠救护车 可是救护车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新北市 他们108年的统计是说 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新北市他们从 接到你的电话的反应时间 平均是多少你知道吗 5分多钟不到6分钟 出车到你那边 新北市在108年 我们这次他是81分钟等到 81分钟在过往是什么 已经去了医院送完 车子还已经回来 而且还可以休息30分钟 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个事情 这个在那个新北市卫生局 一直说就是因为这个 我们要遵守这个 传染病防制法或干嘛 可是问题我真的觉得我们 消防师对疫情 你们要想想 那你们平常工作真的很危险 因为现在是因为确诊很多的COVID-19 可是在COVID-19之前有多少的传染病 台湾集合病没有消失 其他的传染病也都在这 都可能发生 难道你们平常都没有好好的防护 都要遵守传染病防制 长这么远吗 所以这件事情 好更扯的是好 现在来的说 你可以怎么透过这些 或者你可以 你刚才说那个孕妇 其实他们现在有一个状况是 确实在这一段期间 如果以新北市的卫生局来讲 他们只有108辆救护车 可是光是因为疫情期间 每天大概至少加派500次 所以他们其实调度上 可能没有那么的充裕 所以时间会相对辛苦 而且他们另外一句说 因为现在出车要穿防护装备 然后出车之后回来还要消毒 表示这些以前都没有做 但是我还是在强调 就好像每个医生都应该把 他的对面这个病患当作确诊一样 其实每一次的救护 为了保护消防人员自己 这些都是该做 但没有 现在反正时间加倍之外 好 去到那里真的能解决吗 刚刚阿冠罗 刚刚那个孕妇 他说我已经发烧到38.9度了 虽然我是怀孕20周 可是我的救护人员告诉我说 我们现在的规范是 你要有胸闷呼吸喘 还有其他症状 可是问题是 我很紧张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变通之道呢 这是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就是我告诉你 及时送到医院状况也很惨 对 因为今天有个例子是 有一个8岁的小孩子 他发烧到41度 有三个医院聚收 对 而且这个他就是好 没有关系 救护车 救护人员 现在真的很忙 来不及 我们也体谅他们真的量能有不足 他就自己开车 开车的结果是 去到第一个医院说 我们内部因为有确诊 现在正在清销 不能收你 到了第二个他说 因为我们没有儿科 所以没有收你 第三个到了这边说 卫生局 家长还说我们已经透过卫生局 卫生局说我们可以来 医生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不可能 因为就没办法收 到时候想说到底怎么回事 我自己开车去 也有可能进不了医院 现在到底什么状况 那现在急诊也是 你不要说医生你怎么 所以进了医院之后 我们刚刚讲医酒呢 让你进医院 医酒都不一定交得到 第一个环节就已经搞了很久了 好不容易到了医院呢 医院还有可能拒收 就算进了医院门 进了急诊室 也不见得有医生有办法 帮你马上急救你的孩子 因为又有另外一个例子 是有一位民众 他说他就在急诊室 他看到一位可怜的妈妈抱着孩子 他说他看到这个妈妈呢 哀嚎 不断的哀嚎 而且怀里抱着一个婴儿瘫痪 这个母亲不断的表达 救救我的孩子 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 当时已经吸引着很多民众 很多民众都已经看到 这个母亲的哀嚎了 但是医院为什么没有处理呢 他说这个母亲呢 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 没有人帮他 所以他不断的呼救 希望救救我的孩子 民众亲眼看到一个 绝望的母亲抱着孩子 没有办法 即便在急诊室 都没有办法有医生护士来帮忙 这是为什么呢 所以当你进到了急诊室 你以为你终于进来 你还有另外一关 就是现在的急诊现场 医护人力到底够不够 尤其是所谓的儿童重症 家户的人力够不够 以这个状况而言 后来医院有提出解释 我们不是不想帮忙 我们手上正在处理另外一个 确诊的严重的小朋友 那这个状况是一直在发现 我觉得现在医疗现场 医生他们父辈受敌 因为前面是人一直要进来 后面是消化不掉 所以之前北部有另外一个医院也是 因为护理人员呢 他说他正在处理一个确诊的小孩 旁边的爸爸一样抱着一个说 赶快救救我的孩子 我小孩子发高烧 他就说不好意思 先等一下 因为我手上这个也是确诊的 结果是 就在他处理这个确诊小孩的情况之下 爸爸手上的孩子突然间开始狂吐 吐的爸爸满身都是 这个时候爸爸已经崩溃了 就是现在到底怎样 没有人要救我的孩子吗 爸爸就失去理智 开始狂怒 然后在整个急诊室里面咆哮 然后就是辱骂这些急诊的护理人员 今天护理人员他觉得很害怕 他也觉得很委屈 因为我不是不想知你们 我手上有另外一个孩子 爸爸心里是看到我这个孩子 明明他刚才才好好的 他现在越来越差 到底谁能来救我 我觉得如果你一直让我们的急诊 前线的这些 儿童家户重症的人员 他要同时就是 我承受 手上这个孩子的压力 承受所有的人 他可能很担心自己的孩子的压力 再加上他们市集 甚至家里都可能有确诊的人 他们没有办法 这多重的压力在他们身上 只有一个原因 心理交锤 心理交锤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儿童重症家户的人力 本来就是相对的不足 那这一波情况之下 政府会说我们家开了律师的通道 如果我的人力是一样的 我的重症医护 儿童人力是一样的 我这个通道来的 还不是这些人得做 难道你有生出另外一组人吗 你有没有办法帮他们 什么样的情况下 让他们人力是够的呢 而且我们的急诊 也不是只有处理确诊诊 还有其他的紧急的病患 也要处理 是 所以你就发现 有些医院是这样子 他甚至你以为说 我们政府会说 我们现在有开了三十几家 说多少家医院 有所谓的儿童绿色 救医通道 可是事实上 你要我生出来的通道也行 有些医院是把它跟一般的 那种确诊门急诊是放一起的 就是说白天可能白天 有儿科专诊医生的时候 儿科专诊医生看 可是到了晚上又融入急诊一局 就是说还是这些在看 然后他们还是干嘛 我们并不会因为 我们现在有COVID-19 其他疾病就不出现了 所以这样双合你看 就是我还会心肌梗塞的 那这段时间 你车祸的跌倒的都会来 其中有多少人是真的车祸跌倒 有些人是跌倒 后来发现他是确诊 这些都是同一群人在处理 你知道吗 但你来关心疫情 在今天比较令我们担心的是 今天的死亡病例 今天新增76死 创下史上新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数字 在今天本土确诊是89352 中症122 重症69 死亡数76 特别是今天是连续第二天 高雄和台北出现黄金交叉 高雄在今天案的确诊病例是9792 再度超越了台北的9085 而新北仍然是重灾区 有21350例 我们再回到新闻来看 在今天大家关心的几个焦点是 第一个是 我们的死亡数为什么这么高呢 而且不止这么高 是我们的病程变化太快 所以抢救不及吗 因为指挥中心说 今年以来的确诊死亡个案 有47%都是在三天内就过世 平均是4.2天病逝 为什么这么快 不只是大人这么快 小朋友也很快 在今天又一起小朋友 6岁儿童出现了脑炎重症 台湾的小朋友 为什么染疫之后 出现脑炎的比例又这么多呢 从明天开始我们提醒观众朋友 快筛阳就是确诊阳了 那么有人问 阿中部长为什么不早做呢 他说要阳性遗致率 这我就听了 没有什么叫阳性遗致率 不过我们先来听 警察中心在今天谈到76死 目前的中重症个案中 都是就诊几天后死亡 或转中重症 时隔发病后的几天 现在大概死亡到目前的数字 前两天中位数是三天 那平均数是4.2天 就三天以内好像占了47% 那三天到七天的占了33% 最后是七天以上的 大致目前的一个分布是这样子 来 问一下苏欣 你接触这么多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他们有没有反应 为什么我们的病人送进医院 这么快就病逝 我们必须说真的是 他的病程非常的快 为什么呢 因为从刚才说中位数三天 大家就知道意思是 将近有50%的人 都是三天之内就死亡 更重要是很多人是 确诊当天就死亡 甚至有些人是死亡之后才确诊 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有一些医生就讲 第一件事情是 确诊的时间太慢了 简单的说 医生说比如说他们在急诊 有时候碰到的 甚至老人家是什么 老人家可能是在家里面 跌倒了骨折了送来医院 这个时候来以为说 我要帮他医骨折 医院发现不得了 老人家其实新冠病毒已经感染了 可是他自己不知道 有些时候新冠病毒的感染 对于本来有一些神经退化疾病 的老人家来讲 他可能造成他有一些 看起来有些沾望 甚至造成他影响他的行动能力 所以家人怀然不知他有感染 跌倒了送到医院来才知道 这个时候不知道 他已经发病第几天了 这个时候用药可能就有问题了 所以第一 确诊时间太晚 那确诊时间太晚是怎么造成 必须说在明天才要实施 快塞养疾确诊对不对 在之前你要买快塞 要到PCR 要知道真正结果出来 可能已经四五天了 怎么用药呢 加上老人的症状不明显 我必须说 很多人都说 难道你们家老人 健康有问题 你都没有观察到 没有 医生说 很多老人症状都不明显 第一 他烧不起来 小孩子可能一烧 甚至到38 39 你会害怕 对不对 他说老人烧到37.8就不得了了 可是你可能觉得 烧烧不太多事 他平常就这样 所以烧不起来 第二 他平常就老人烧 平常生活这可笑 所以你也觉得还好 所以他有可能是消化到症状来 你不知道 你又是一烙晒结果就是 所以很容易延误 中部长有说有没有可能 我们这个重症的标准太严苛了 外面有人说 他重症标准太严苛 因为我们要到很严重才算重症 所以因为重症的认定 其实没有那么明确 是不是说住ICU 还是干嘛算重症 如果说今天从中到中的变化中 有些医生就会说 会不会你这个中到中的变化 没有把它离定得那么清楚 以至于我在最恰当的时间 用最恰当的药物 没有这么精确的时候 就造成了整个情况 没有那么理想 所以轻症用的药跟中症用的药 跟重症用的药 完全不一样 所以怎么样去区分 中症跟重症很重要 是 所以他就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 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辉瑞跟莫沙冬 就是针对这些高风险族群 你还是轻症 确诊五天之内赶快用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最主要是让病毒不要复制 否则你已经感染很多天 病毒已经大量复制 再用它也没效 所以这个是就知道嘛 对不对 所以我不要是 在轻症的时候就要用了 对 五天内 每个人都需要 你如果是轻症里头的高风险 轻症里头的高风险族群 那么一定要用 而且要越早越好 越早用 一定要在五天内 是 另外一个就是瑞德西韦 瑞德西韦 大家就发现瑞德西韦 什么时候用 瑞德西韦这时候用的时间很妙 他们说你如果很轻症 用它也没有用 因为之前就有研究说对 它没用 可是它有一个很巧妙的 用到时间点就是它需要氧气 但是它还不能插管 插管以后用它没用 要它已经开始需要氧气 比如说它可能开始要接外面的氧 不是呼吸器 或者是贾永杰送的救命神器 你可能要增加氧流量 那群人他在中症的时候 可能用瑞德西韦是有效的 可是你等到插管他中症 其實用它就不好 这个时候就要用这两个 就是他说蒂赛米松跟塔西丹康 这两个东西什么呢 最主要就是说 抑制身体里面过度的免疫反应 因为很多人会死亡 是因为他身体也太激烈了 造成自己的身体 变成焦土的战场 这个时候 后来就救不了 所以最后中症的人通常用这个 可是你看 刚才我说它是抑制 它很严重的免疫反应 就是告诉你 它其实也不算真的超级的特效药 这个时候要仰赖是什么 仰赖就是 真的有时候就是支持性疗法 还有很缜密的 很精确的这个叫做支持 可是问题是 台湾现在面临什么 面临指挥中心都会说 专责病房还有控房 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专责病房有控房 可是人力够吗 如果有控房 并且人力够 为什么会突然间 专责护士人力 要从1比5变成1比9 甚至有些 我们比较班的时候更多 也说当你的人力照顾比例低的时候 你真的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精确的 去调整它 一直去调它 甚至之前有人说 拜托 之前都装呼吸器的 如果你一个呼吸治疗师 两个呼吸治疗师确诊的 谁来照顾他 就医疗的人力 也在这一波大不受到影响 所以这种种的种种 第一 确诊时间太慢 第二 我们这些 有些医生认为说 是不是有个中重症的这个标准 没有那种明确情况下 使得我们治疗的成效 或者我们真的死亡 我们的重症死亡率很高 我们重症死亡率几乎到八成 五个里面有四个 八成有十九% 对 七十几% 我们的重症死亡率也不低 十九%将近五个里面有一个 所以到底这个情况要怎么解决 我觉得这真的是 接下来很重要 因为今天是七十几个 我们很担心这是浪潮的起点 因为它不一定是浪潮的高点 这才是我们最在意的情况 这是浪潮的起点吗 我们等会再来问休息老师 刚刚谈的是所有的民众 我们特别来谈谈小朋友 因为儿童在这里 又新增了一起重症脑炎 儿童死亡的病程也非常快 很多家长说 根本送进医院没多久 根本来不及救 我们也来听 指挥中心怎么说 一位这个六岁的男童 这个是我们又新增一位 儿童脑炎的个案 那5月11号的晚上 开始有发烧到39度的一个症状 同时有寒颤跟食欲下降的一个情形 进入深夜的时候 有出现这个意识变化 跟一些这个呕吐抽搐的一些症状 那到医院的时候 急诊这边量到的体温是很高 42.7度 发现有这个肺炎 跟脑水肿的一个情形 所以诊断是这个新冠病毒感染 冰发脑炎跟肺炎 那我们累积的这个儿童的重症病例 目前就是总共有15例 那也包括当中有7例的这个脑炎 包括今年的这一案 死亡的儿童人数没有增加 还是5例 好 我们都会来谈谈小朋友 但是秀协老师 刚肃清问 这是死亡潮的起点吗 理论上中重症降低 他死亡就应该要降低 是 所以大家在看这个起点 跟这个这个终点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些医疗照护的品质 跟治疗 所以目前还在上升趋势 但是儿童 为什么大家关心 儿童 这个就我要秀给大家 各位 我们 现在二十个里面有一个人 你要了解 所以你身边 我们身边很多确诊 因为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来到5% 已经快接近5% 那这个最多的是什么 18到29岁 这些都是我们一直讲 无症状跟轻症 无症状 这边重症的几乎没有 那你看儿童也有5.84 为什么这么高 因为他回去跟家户感染之后 就会这么高 而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当今天他又跟我们等一下看到的 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脑炎 合在一起的时候 当然今天就会有出现香港 过去的研究 在报导的时候 跟西方国家不一样 西方国家的儿童 在Omicron住院利息比较低 但是香港为什么比较高 香港就是因为在 这个是公立医院的研究 送不进去治疗 那我们台湾是不是跟香港比较像 我们在 我们现在目前 我们目前的虚线 我们现在目前遇到的问题 可能就是问题 就是可能遇到 然后在美国好像没有那么多小朋友 没有感染Omicron之后转为脑炎 为什么亚洲 包括香港和台湾 有这么多小朋友 我们要先 我们种族的问题要留在第二个 第一个要先问说 请问这个儿童送进去 我们在急诊系统 以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旧的系统里面 有没有塞车的问题 我问你急诊前一阵子 有没有塞车 绝对有 有 这个是大家承认的问题 今天 阿中副长没有承认 不 承不承认那是一回事 可是他中间 他说我们的病床很够 我们的医疗量能很充足 中间六个小时 这是事实 所以你知道 我们只要儿童出现所谓的脑炎 他在旧的过程中间 那黄金时间是非常重要 香港在这地方出现 那人家为什么西方国家 他们的儿童 难道他们儿童住院里 难道只有因为种族因素 其实不一定 邱小妹的例子 我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今天的急诊系统 就是靠邱小妹当时 从北部送到中部 不然那个时候 所以那个例子 其实在我们后来看到的 这两岁的那个例子 就出现这样的例子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 留下这个 再来看种族是不是有差异 我不认为 因为脑 这个 脑部的这样的一个脑髓炎 这些东西 本来就是儿童最容易出现的 老师我打个叉 既然谈到了小朋友住院的问题 在今天呢 我们再往下来看 很多民众反映说 要跟卫福部求救 不如找贾永洁 他们反映的是什么 是婴儿插管机 就竟然没有起财 我们刚刚谈的是 小朋友是不是送不进去 整个送急救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卡卡 那真的送进去之后 我们的器材有没有问题呢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值得观察的现象 事实上我印象很深刻 是在今年 稍微二三月的时候 我去参加一些儿科医师 相关的研讨会 他们就观察到 美国一个现象 就是说 美国的Omicron感染期间 儿童住院的人数是变多的 因为他感染 大量的感染 因为之前 其他病毒的时候 他们没感染到 Omicron的时候大量感染 所以他们就发现 那个时候住院人数是上升 那时候他们就讲说 如果这个情况发生在台湾 台湾会发生一件事 台湾的儿童重症病 凡会嫌不够用 为什么呢 因为儿童在医院里面 真的是相对 现在的健保体制下 是相对不赚钱的磕 是不赚钱的磕 所以事实上很多医院都是 专业都在做 除非专门在做儿童的做 所以他们都是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然后结局就是 当时医生就已经预估到说 有可能会量能不足 果然在这一出之后 第一个就发现说 在没有妥善調度的情况之下 儿童可能送不进去 第二个送进去之后 我们的这些儿科照顾 人力够吗 曾经有一个医生跟我说 他有一次他那个病房 因为本来护理人士就很缺 结果一天有两个厌阳性 一个儿子阳性 所以没人 没有 因为你要知道照顾 你几个阳性就没人了 因为他本来人就没多 因为专门照顾小朋友的跟一般的 其实你不要说大家都掉来掉去 其实技巧的时候不大一样 所以当他突然发现 这一波没人了 去哪里掉 可以掉来 但是你觉得专门照顾小孩子的 这些护理人员 跟平常在照顾内科大人病房 他的技能是一样的吗 这就会影响 第三就是设备的问题 器材也不一样 对 器材也不一样 就比如说之前贾永捷捐的 救命神器很多 救命神器我刚才就是 我一般的氧气是这样 就是让氧气罩着對不對 然后最严重是用 直接插管进去的呼吸器 救命神器在这之中 但是可以提升呼 他就说问题那是大人用 小孩子的管線要细很多 所以后来就发现 医院说他们没有这个 大家就怪了 你怎么是医院 怎么是打电话给贾永捷 怎么不是打电话给卫福部 或者是你当地的主管机关 后来有些医院就出来解释说 也不是主管机关 或当地的政府没有给 而是说这可能有些医生说 这是公文流程迅速的问题 对于公立医院来讲 我要新采购的话 老实说没那么快 我可能固有 公文旅行很久 我固有的能量是有的 但是当超额的能量来的时候 我今天要跑一台新的 我可能要跑公文 因为我是公立医院 这个时候我可能跟民间要 可能还快一点 比如说公文能多慢 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 基隆那个案子的时候 人家阿兰部长说 你为什么没有好好利用EOC 我们不是5月6号有开会了吗 这个EOC要因应这次的 传染病事件可以开放 大家可以来用 他就说 可是问题我们还没有收到公文 什么时候公文 5月6号的会议 真正收到公文是5月11和12了 台湾其实这段时间 很多的除了医疗量能之外 我们最受冲击的是我们的 不是我们现在的公文 不是Email就到了吗 我们想像中也是Email 对不对 后来我们才发现 好像不是Email就到了 这个时代不是Email就到了吗 不是按个键就到了吗 我们想像中也是这样 后来发现好像不是 这公文在目前的年代之下 还是要经过层层的 可能它要盖章 要收发 要出去 所以金融医院说 我们其实还没有收到 但是我们其实有用人力 一直打电话 他们说单一个案的情况下 自己打电话不会比EOC慢 这是对的 因为EOC最主要是大量 之前有一些来我节目说 EOC其实是加护病房 不是专责病房 对 而且重点就是 它不是体系完全不同 对 而且它不是real time 就是说它不是即时系统 它不是即时更新 它有这个时间差 大家也知道 在这个大量确诊的时间点 一个小时之内病床 可以有多大的变化 所以你一个小时的东西 它最后还是在大量 但重点就是 这个公文的流程 慢到于是乎基隆说 我还没有收到 所以我只好这样做 那苏英讲的那些 行政防疫人量 医疗人量 就是我们前面在谈的 我们就是要减低这些 行政防疫人量 所以这才是比较重要 那你再看Omegon 这是最近刚刚发生的 MIS发生率 其实老实讲 MIS是不是就是脑炎 就不是 是一般的这个多系统 多发性的 多系统发炎症 很低啊 所以大家也不要一直认为 我们不要把一个案子 放大之后就觉得 好像说今天儿童 真的很 真的大家很危险很危险這樣 其实也没有 但是你出现的这些 一定要减低 刚才我们讲的 行政防疫人量 所以这个不是脑炎 那脑炎的比例是不是很高 脑炎的比例 其实老实讲 所以在这里面吗 脑炎的比例 并没有跟 并没有比美国一定高 所以那个就是 你死亡的东西跟脑炎的东西 你要先排斥刚才素心讲 可是我们现在的 七死死亡病例里头 小朋友呢 就有五起都有爆发脑炎 对 可是你没有办法 而且是猛暴血脑炎 你没有办法去七分认脑炎 它可以救起来的 我现在谈的是死亡 它可以救起来 跟不能救起来 会不会因为你的行政 行政的 行政能量 以及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这样的一个 医疗资源 受到这样的影响 这个我们先要 先考虑这个 那因为家长很恐慌 现在据说家长 只要听到脑炎 就很害怕 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刚开始没有疫苗的时候 都跑去打肺炎烈球菌疫苗 那时候还没有COVID-19的疫苗 那现在呢 小朋友就担心 小朋友的家长就担心 糟了 现在只要一确诊 就可能恶化 然后变成脑炎 然后脑炎的质子率这么高 就开始问说 那我要不要打B型脑膜炎疫苗 要吗 这个就是我讲 其实这本来就存在了 那他今天为什么 你列这个表最好 今天你看 两个东西加在一起 容易重症 这是原来 那今天戴口罩 这个就减少 这个就没有 你看 流感再加肺炎 就是我们常常感的 不管是老人跟小孩 也会重症 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 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 会不会造成重症 这叫共病 所以刚才你讲的儿童 儿童如果今天感受了 这种所谓的脑膜炎 会不会跟这个在一起 而引起重症 当然会 但是我们就要赶快 就把他这个东西 把他减少之后 当然他就可能 不会引起重症死亡 但是这两个东西 完全不同一样的病炎 所以不要去打 B型脑膜炎 没有 两个都要打 因为你的小孩子 如果属于那种 很会得这个脑膜炎的 你当然要去打 脑膜炎很多炎 所以还是要去打 还是要去打 但是他不能 他不能预防COVID-19 不要说今天预防感染 重症症都不一样 这完全不一样 因为有六型 这种有六型 B型是台湾最容易发生 在非洲是其他不一样的型 所以这个部分完全是不一样 老师 我有点听不懂 如果家长担心小朋友 会得COVID-19之后 转为脑炎 如果他是这个担心 要不要去打 当然要打 要打 这样就搞懂了 但是他有可能是COVID-19 也可能本来就容易发生 B型脑膜炎 本来就有可能的 你不能说今天有COVID-19 才有这种疾病 我讲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两个当然都要打 只是两个预防的效果不一样 所以大家不要搞混 接着打了COVID-19 或打了这个B型脑膜 就可以防止两个其中之一 是没有的 是这样 好 很多人担心 我们的确诊素 会不会失真 有没有很多黑素呢 那么从明天开始 快篩羊等于确诊羊 有没有可能就捞出我们的黑素 我们来听COVID-19的说法 好 大家还是要明白 就大家有很多人在问 就是说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做 那确实 在一开始就做的时候 你可能伪阳性的比例会相对的高 那一般来讲 一个区域里面 如果裁卷的阳性率低于10的话 快篩阳性的一致率 大概就不会超过9成了 那为什么大概14%的时候 我们还不做 因为各个县市差异很大 那时候我还记得新北也有来提说 是他们可以先来做 就是说如果先在新北做 能让其他县市的人 跑到新北来验 会把整体的医疗样能都 跑到双北这边来 那压力会太大 我们应该让全国都 大达一定的情况 那全国一起来做 没有这个 阿东部长讲的我听不懂 蘇青 可不可以用白话文 帮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阳性一致率 简单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想要用快篩 来取代PCR的时候 我们希望快篩跟PCR 等于的情况 就他阳他也阳的情况 越高越好 这叫一致率 是 比较精准 对 那这一致率会受到什么影响呢 因为受到你当地流行的 状况的影响 比如说 我们知道在新北 你仔细看一下 新北地区 现在累计的确诊病患 相当已经 他全人口的十分之一了 所以新北地区 大概十个就已经 有一个确诊过了 这样子表示 他可能一个肾群率 比较高的地方 或者他以前 他PCR阳性非常非常高的地方 这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地方快篩阳 几乎就是PCR阳 你就不要再浪费时间PCR了 可是他就说 可是你们新北很严重的时候 高雄没有 高雄那个时候可能 他整个阳性率很低 他可能整个感染率 不到他们的1% 那些这么低的地方 如果你也把它PCR阳等于 快篩阳等于PCR阳 它可能就是伟阳性 我们还是要确定一下 所以当你的肾行率不一样 这个一致率不一样 可是我那时候 就一直问你知道吗 我一直说 你不能分区吗 因为当时北北基陶 已经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北北基陶不能先住 你已经知道这个地方 的肾行率这么高了 一致率应该很高 我们一定要全国一致 指挥中心不就是应该 调度分配吗 一定要等到 大家都平衡不就是 好 我们全国一起來 这是我自己 盤全在脑海中 一直很久的问题 但老师投药有一个问题 现在坊间大家都说 为什么过去吃辉瑞恐服药 一开始 所以叫我们吃10天 那你们现在呢 叫我们改吃5天 是不是因为我们政府 药不够 本来要吃10天 叫我们现在吃5天 结果最近陆陆续传出 吃了辉瑞恐服药之后 竟然还复发 是不是我们没有把整个疗程 给做完了 是啊 但我先讲 这一期 这个案子没有那么多 只是有病例报告出来 你看 他服了 本来他服了 药物之后 病毒量就下降 就好了 什么以前10天 现在5天 不是 本来5天就好 是我们油不够吗 不是 不是这样 油有够不够 那是另外一回数 但是我说不是因为 病程要用5天或10天 因为普通5天就下来 但是这个案子就是说 他有气喘 他有慢性病的一些人 他有可能 用了 就病毒量再刷上去 这个时候 其实是要调他的病毒用量 所以 所以这也要靠很多经验法则 不是说今天 每一个人都这样 这个案子其实不多 所以因为你要节省用药 不然你10天一直用 那个药量一直用 那有够 對不對 一份药也很贵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这样 但是 但是药有没有充足 那是买的 那是另外的 我先要讲一下 两剂疫苗 没有打了多少人 那罐 460万 这群人如果感染了 他会不会被重症 重症 会啊 所以我认为 都要按照这个体系 分配药物的量 才会是足够的一个标准 好 我们的疫情非常远距 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疫情的最新数字 我们先往下来看在今天疫情最新数字 是82363 中症198 重症53 死亡数字是42例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今天的高雄 高雄在今天数字标高来到9437例 如果和台北的8566例 在今天正式的出现了高雄和台北的南北黄金交叉 怎么解读南北黄金交叉 而这个数字有失真吗 我们再回到新闻来看 同时我们要提醒您 儿童在今天又再度添了一死 一死的这个病例呢 也是爆发了猛爆性脑炎 所以等会来来谈谈 为什么台湾的猛爆性脑炎 这么样的 机率这么样的高 现在死的6例里头有5例都有脑炎 我们阿中部长说没想到 会这么多 怎么能没想到呢 所以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了儿童重症 等会来来谈一谈 同时在今天阿中部长说 为了解决我们医疗量能的问题 我们的护病比要放宽到1比9 引发了民怨 我们来听阿中部长的说法 那至于一直在强调说 有空病床 没有人力这个事情的话 那可能要跟我们讲是哪一家医院 我们私底下再来做了解 如果需要 我们来协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以前是1比5这样的一个照顾量能 那我们现在是说不是说规定一定要1比9 1比多少 比如我刚才讲说如果是8个人 那以前他本来一般1万 那现在就变成 就变成是1万6 就乘以人头数 没有挑战 那1比9 1比12 1比14 那是原来的 就照顾比较多的病人 就是等比拿到比较多的一些津贴 关于大家前没有就是有一些奖励金 或津贴比较延迟的发放 就是要在6月全部的这些钱都要清查完毕 那7月一定要全部都付出去 那否则我们会做相关的乘处 阿中部长说照顾的人多了 我们当然就要给多一点津贴 问题是嘴巴说说而已吗 拿不拿到钱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马上为您视讯联系 郁凤 郁凤 阿中部长之前说 不要说我们的医疗量能会崩溃 说医疗量能崩溃的人是为言耸听 到底是为言耸听 还是阿中部长在粉饰太平 我要问 如果没有医疗量能崩溃 又为什么要放宽到1比9 那么放宽到1比9 到底做不做得到 对护理人员而言 对医护人员而言 会形成多沉重的负担 我想我们做人做事 一定要有数据 用数据说话来证明事实 这是最重要一件事情 我们去年的4月只有确诊108人 然后4月份 那时候呼吁人员说受不了的时候 是8925 今年的4月已经是12万人 然后5月份还没有过完 已经超过百万了 我们把数字去除了之后 看到了是113.4倍 所以今年的工作量是去年的113.4倍的量 请问一下 同样的人做比这样100倍高的事情 请问一下 是不是护理人力不足 紧绷的情况 而且我们做了问卷调查 这里告诉我们 只有2点 现在的一个疫情期间 人力状况平均5分 是能力足够 我们现在只有2.23分 其实能力是不足的 我们护理人员都是疲累累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我们用数据说话 这个我们的部长 其实是真的是在粉丝太平 不知道我们现在 我们的护理人员的这个疾苦有多严重 而且呢 就像 越凤你说部长不知民间疾苦 那我们就让他知道一下民间疾苦 到底1比9过去是1比多少 那么现在放宽来到1比9 对护理人员而言 他每天要做多少工作 他的loading到底有多重 可不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 先跟大家讲一下 现在的工作叫3到5倍的量 1比5呢 我们的会员就已经讲了 现在1比5的工作量呢 就已经之前规范最多就到1比5而已 现在的工作量呢 让他们是倍增加强的 而且每一天上班回到家 都已经是12个小时了 你离开医院 都已经是超时过劳的情形 而且没有然后加班费 那我们讲比较具体的是 之前呢 我们去年还有些就是比较轻症 可以活动自如的病人 可是我们今年呢 轻症都在家里 或是那个檢疫所在做处理 可是今年呢 是我们中重症 他是我们护理人员直接投出给我 他说这个部长都不是人间疾苦 他说我们现在呢 不是老的 残障卧床的 还有失智的 还有小的 这几种都是很难照顾的 我们穿脱隔离衣 就要30分钟的时间 这只是穿脱而已 进去把整个治疗 只是量生命真相 还没有做其他比较 严重的治疗 至少就要2个小时起跳了 那还要每个2个小时 半生再做一个治疗 尤其如果要抽血 又碰到不好抽血的病人的时候呢 那时间拉长就到3到4个小时 所以整个1比5的一个状况要做下去呢 有的时候已经一看出来 就5到6个小时 更何况这只是做治疗 没有再加记录 这样的情况就已经是这么的惨了 那你现在1比5 就已经让我们每一天工作 就是10个小时12个小时了 那你在拉长如果到1 1比9的状态下去 我们护理人员已经说 他们已经做不下去 很多人都已经表达 他们要去离职 不要说我们随便说说 这我们今年5月13日 做的一个问卷调查 这是全台湾的 这个分数3537 底下有说了 这个1%超过5分的人都想要离职 有超过一半的护理人员 给4到5分想要去离职 所以这样的一个离职潮 如果他们再不去改善 不去重视这个护病比的一个状况的话 我相信会有更多人的离职 我的脸书上面 已经看到很多护理人员离职了 我念一段 我不用看我都可以念一段 这个人家在靠北护理师上面写的 他说 现在这样的一个政府 让他们觉得没有办法新安 他说我呢 对于这个政府 我第一次上班 我一个护理人员 第一次上班 上到心灰意能 我这个非常热爱我的工作 可是我第一次上到 下有心灰意能 当我看着我的病人打1922打2天 喘到不行 求救 求助无门 打2天不会通 打电话去给119 119告诉他没有车可以派 他不得已就直接 冲出来去找车子 然后去医院求救 为了想要救自己 他说在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欺骗无能的一个 这个政府的嘴巴里面 他看不到未来保障 第一次我没有逃 第二次 在失能的无政府状态 让他这个 这个 疫情蔓延的情况下 我也没有逃 但是呢 这一次 我没有办法 因为呢 我的小孩 我的家人安全 我真的觉得 我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了 那我只好退出来 我跟我先生商量 我退下来 在家里好好地照顾我的小孩 我觉得会比较好 对不起 你看喔 他还 这个善良告诉大家说 对不起 我的第一线同能 退出 虽然我会有遗憾 但是至少我可以保全我的家人 好 玉凤 你看到你真的觉得 显然现在医疗量 已经濒临崩 绝对不是我言耸听 因为从刚刚玉凤的 自自聚聚里头 聚聚血泪 我们就知道 现实的情况 恐怕阿众部长 要好好去了解一下 那么刚刚其实玉凤也谈到 除了绝对数字 过去最多顶多是1比5 现在已经来到1比9之外 绝对数字已经增加之外 过去轻症住院 现在是中重症才会住院 再加上我们相信隔离病房 很多家属都没有办法进去 所以所有的工作 几乎都是落在了护理人员身上 听说护理人员还要帮忙换尿布 所有的杂事通通要做 所以确实非常辛苦 但我所了解的是 当然我们为民众付出 但自身的健康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护理人员 医护人员是第一线 绝对不能倒下 我有听说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所以也要问一下玉凤 现在因为人力短缺 据说我们的医护人员 即便确诊恐怕也没有照 我们政府的隔离政策 甚至得硬着头皮去上班 有这样的情况吗 是啊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 大家最诟病的地方 真的很痛 心里很痛 可是没办法 然后政府都说 有三个同意 我刚才有 就我们闲聊的时候 其他的来宾有说三个同意 这三个同意 这三个条件之下 才可以去上班 可是形同虚设 第一个要地方主管同意 请问一下 他没有人的时候 地方主管会不会同意 一定会同意啊 第二个他说 他说轻症跟没有症状的人 可是我们现在问到的是 他好不容易确诊很开心 解脱了 可以回去 就可以去休息 7天就回来 不让他们夜CD值 他照样跑去驗 然后是阳性23而已 一样有传染力 大家怕死了 回去上班 然后可是呢 这个 等一下玉凤王打仗 你的意思是他隔离了几天之后 再驗 CD值很低还是来上班 7天 7天 那照理说 7加7的逻辑是你要驗到 因才能出门 不是吗 才能来工作 是啊 但是 但是我们现在政府说 因为我们这个护理人员呢 有做了非常好的防护措施 所以呢 这些都不算 都说没有关系 只要是回去呢 照顾确诊阳性的病患 都可以 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所以他自己是阳 所以去照顾阳的 所以我指揮专师都没关系 反正你都同样了 意思是这样吗 对 然后第三个条件 就是护理人员要同意 请问一下 你为了五斗米 会不会折腰同意 没有你就没有钱 而且你是院内感染 他都直接跟你讲 你不算工商 所以很多护理人员 没办法他为了家庭生计 他就回去上班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三个条件 是有意义的吗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呢 有医院真的 隔离之后还养 还是让他去上班 那另外一种情况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据说也有听过 在第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 他们隔离时间根本不到七天 就叫他们回去工作 而且 叫他们不要晒 你不要晒 很多这样的投诉 他们觉得非常的离谱 那个刚才七天的还算好的 然后呢 这个 现在你讲这个五天的 越来越多 为什么 因为现在医院呢 护理能力不足 确诊的护理能力 护理人员越来越多 他的人力不足的情况之下 那个我们的指挥中心 就给他们开后门 说你隔离五天 你就可以回来了 然后刚才讲的 要照顾确诊阳性的病人 可是我跟你讲 医院根本就没有管这个 医院他能力不够 他根本没有告知民众 导致于现在很多医院 这个院内感染 病人也被感染了 护理人员也被感染了 然后呢 他就说这都不关医院的事情 然后呢 他们能力不足 还做了什么事情 我这边告诉你们 我给你们独家 叫确诊的护理人员来医院隔离 然后呢在医院里面休息 你知道他们睡什么地方吗 来你们看一下 来医院上班 在医院隔离 这是什么 在医院上班 医院隔离 这个是呢 護理人员呢 在他们的这个角落边 睡觉 用像游民一样 铺地 铺紫箱 睡在地板上 然后 这样子去照顾 睡起来之后又去照顾 确诊的病患 铺紫箱 請问一下 对啊 纸板啊 纸箱的纸板啊 铺在地上 你知道吗 万物理人员叫睡地板 这至少要一个床 我们之前就已经调查过了 而且还是我们的医护人员的 确诊者的医护人员 对啊 不早要有充电啊 所以要确诊的啊 台湾有那么穷吗 就是在 医院有那么穷吗 我们不知道啊 对啊 台湾没有那么穷啊 那你这样的话 员工怎么会 会有向心力 有那个第二天 睡觉好了以后 那个精力来去再做服务呢 好 那玉凤 现在 我们阿中部长是说 反正你照顾的人多 我就多给你一点钱 但这会不会是画饼 我们来看一下新闻 有一则新闻谈到这件事 我们回到新闻来看 有呼吸治疗师说 指挥中心已经欠了一年 欠了一年的奖励金啊 之前大家一定还记得 为了希望鼓励医护人员 或者是 医护人员真的很辛苦 所以给了一些津贴和奖励金 在防疫上 这些钱到现在还没有拿到吗 以前的 我现在说是以前的 还没拿到吗 真的啊 没有拿到啊 那现在又说要再发今天给你们 股销都还要清 现在还要给我们钱 谁会相信他啊 对啊 所以大家不相信啊 大家说不要啊 你就跟维持原来1比5啊 把前面的钱先还给我们啊 不要再跟我们讲 辛苦了 加油 这几个字 现在大家说我们听到这几个字 就 心里很堵拦 这个话虽然很粗熟 但是很实在 大家说不要再这样讲了 你再这样讲我们听不下去了 不要这样子说了 你直接把 该给我们的钱给我们 你刚才听到 叫RT治疗师的钱 那个就是呼吸治疗师的钱 我告诉你 衛福部 这个布立桃园医院 那个院长才夸张 才真是让人家觉得是下流的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他下流 他们欠了一年快一年半 然后呢 被我在媒体踢爆之后呢 他就发了一封信 很抱歉 对你们没有及时的一个告知 那现在因为申报的关系 所以才导致这么久给你们 那也没有要处理 然后继续基线不管 然后那靠北 護理师那边呢 他们的钱不给 从月月文变成周周文 现在变成天天文 每天都在跟他讲 要钱要钱还给我们 那请问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怎么会对我们说 他说多一个人2000块 有信心 没有而且甚至有医院很下流 我为什么说他们很下流 他们直接就说 你如果不配合我们 你要照顾5个人以下的 你就可能没有津贴 那但是你要照顾5个人以上的 我就给你有津贴可以領 可是我们去查了他的津贴标准 根本没有这样的规范 所以你津贴 让他开了这样的天花板上 他一定是拿最高的1比9上去 或是12他一定拿天花板直接到底 因为他可以节省能力 节省他医院的经营成本 我们对医院的了解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不只苛责我们的政府 我们也苛责我们的医院 你早就应该要把人补齐 加薪补齐 你没有 你都一直在做减薪的一个动作 谢谢玉凤接受我们的视讯连线 所以我们的医疗量 到底有没有濒临崩溃呢 到底是我言耸听 还是我阿中部长粉饰太平 今天大家还关注另外一个焦点是 又有一个小朋友 10岁的小朋友很快的 在这个病程大概只有两三天的时间 竟然就转为某包型脑炎而过世 我们来听指挥中心怎么谈脑炎这件事 那这个10岁的小朋友是我们在5月22号的时候 公布过的一例儿童重症脑炎的一个个案 开始出现有这个咳嗽意识变化 那后来有出现这个抽搐的情形 头部的电脑断层看起来有这个严重的脑水肿 不过因为后来还是合并这个多重器官衰竭 我们的儿童的死亡个案目前累积到5例 这5例当中呢4例是属于脑炎 有医生建议儿童一确诊先抽血再说 因为从血液中的一些数值的变化可以看得出 他有没有可能即将发展成为重症甚至脑炎 的专家会议在开会就是召集这个相关儿童的专家 事实上也已经订出这个临床处置的指引 事实上里面对于抽血要验哪些项目 然后应该要特别注意哪些检查 包括这个头部的一些影像都有很详细的一个描述 好事实上讨论儿童 这个在这个病程的过程当中 很多家长都反映根本来不及救 孩子就过世了 那么在今天记者会 其实花了很多时间讨论这件事 但是我们没有掐到那一段 有一段是阿中部长说 他也没想到 那我们来看 这个例子 这个最新的例子 这个是10岁的男童 他在5月13号发病 就5月13号有症状 5月18号就过世了 其实就短短5天 所以我们发现 儿童目前的6例死亡案例 时间都非常短 第二个 他们几乎除了1例1岁的 现在还不能确定之外 通通有脑炎 而且是猛爆性脑炎 这个事情 其实是给我们很大的教训 人不能太傲慢 当初这个东西 你看到在韩国 日本发生 那么多感染的时候 你发现小孩子没什么事 你就以为我们一定没事 可是你看到的是 其实香港 其实就很多小孩子 中度感染甚至死亡 所以 当你对这个病毒认识不清的时候 你凭什么有资格说 要跟他共存 就像你 你不想那个坏人是什么 坏到什么程度 你敢跟他住在一起吗 很厉害 你看这个案子 同样隔一天 电脑断层 本来就是有一点点脑胀的情况下 到隔天 你出去看脑室整个都不见了 为什么 大脑肿起来往里面挤 所以你看到脑室整个都不见了 然后你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 出现一个所谓的那种水肿的一种表现 整个低 CT值的区域就秀出来了 这本来没有的 这个低的CT值秀出来 到这里你看 灰值白值这些界线也都分不清楚了 所以从这个影像变化差一天 你就知道他的脑袋肿得很快 好 这是5月14号 这是5月15号 15号 所以上面这是5月14号 才隔天就出现这么大的变化 所以他的病程变化非常快速 对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其实是临床上很难救 坦白讲这样子迅速有没有的脑炎的话 其实以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工具 跟我们的药物 大概都很难处理这样的情况 所以现在到底什么原因 小朋友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比例 会转为猛暴性脑炎 就有人开始研究就说 是不是有可能跟我们血中蛋白质有关 如果我们血中蛋白质导致血栓 而这个血栓出现在我们脑 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引发猛暴性脑炎 没错 这边提到一个小孩子特别的疾病 叫做多系统炎症症候群 这很奇怪 这个东西从来不发生大的你知道吗 到目前COVID的那么多大人感染 没有人发生这个疾病 只有小孩子发生这个疾病 那最多发生这个疾病是5到11岁 这个是占的比例最高 那他发生什么事呢 那个澳洲梅多儿童研究所 他做了一个分析 他找了皇家医院的这个33名 20名健康的小孩子 从此在法国找了重症的小孩子33名 然后把他血抽出来做蛋白质分析 他发现染疫儿童的血液中 他某些蛋白质是健康的小孩子 成长没有的 而且这个蛋白质里面有85种 跟所谓的多重细观炎症有关 就跟这个发炎症状有关 52种跟急性呼吸窘迫 就需要插管这个病有关 当然这个东西需要进一步研究说 这个蛋白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表现 为什么这些罕见的这些重症 会发生在特有这些小朋友身上 不过坦白讲真的 我们就是对这个病毒了解不够 因为这是一个新病毒 所以真的大家都说 好 我们赶快跟它共存 我是觉得很勇敢 好 我们同时也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我们的COVID-19还没有离开 但是新的猴豆恐怕就要来了 现在猴豆在全世界 已经在16个国家扩散开来 特别是它是一个人传人的传染病 各国现在都可能是很紧张 开始去抢买疫苗 但我们的指挥中心 似乎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做任何动作 美国传出有要编预算 采购因应猴豆的疫苗 发言人专人想曾说过 打过牛豆疫苗的话 对猴豆有保护的作用 指挥中心是否有重启 打疫苗计划超前部署 有关天花疫苗的部分 在1945年开始就有针对 在台湾有推动天花疫苗的接种 那一直到1955年的时候 台湾就没有天花的流行 所以我们事实上在1979年 开始就停止接种天花疫苗 45岁以上的民众可能都有打过 目前有注意到美国似乎 有针对这个疫苗的部分 他们要编列预算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针对这个疫情 来做密切的关注 好 这个病呢 已经在16国传开了 第二个呢 我们台湾是45岁以上的人 有打疫苗 45岁以下的人 都没有接种天花疫苗 那么刚刚有谈到天花疫苗 应该有85%的保护力 问题是年轻人都没有打这个疫苗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我们指挥中心说 没有编列预算 换句话没有朝前部署 我们看到各国都在抢疫苗了 所以现在问江医师 什么是猴痘 好 我们这个天花 这个病毒 它有很多的分支 那有一个分支 它专门传染像猴子 像老鼠甚至松鼠 那这个东西的传播模式 跟天花就很接近 什么样呢 它可以靠飞沫传染 它可以接触 它的这个泡泡 破出来那个膿 可以传染 接触传染 更糟糕的是 它有一个借物传染的功能 你知道吗 借物传染 你知道吗 像我们叫大家勤洗手 对不对 我们其实怕的就是 摸到病人的分泌 或什么东西 那传染给我们吧 可是你知不知道 在COVID-19 这个病毒里面 美国CDC就讲过 说借物传染 在COVID-19 是从来没有被证实过 全国多少人传染过 整个世界那么多人传染过 从来没有证实过这一点 可是这个喉豆 有能力借物传染 也就是把手 家里的器皿 都有可能成为借物 对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值得重视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不是没发生过 2003年 美国就发生过47例的喉豆 对不对 那英国本身在2018 2019 2021都发生过几例的喉豆 那凭什么 这时候要很紧张 我跟你讲 以前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都有旅行接触史 可是这一次在英国 还有在欧洲发生的 很多已经病入社区传染 已经完全没有旅行接触史了 所以现在比利时 已经带头强制病患 要隔离21天了 各国也开始在抢买疫苗 但是我们似乎仍然在轻忽 现在正在进行 人传人的喉豆这个疾病 我们回头来谈 它跟COVID-19很像 它也不断在变异 对 但它的致死率更高 对 因为其实你知道吗 这个病毒 之前为什么2003等等的 多少年多少是传染 没有人要理它 上不了新闻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出现 人传人的现象 这一次出现人传人 就有人去分析说 它是不是突变了 为什么它能开始人传人 结果它发现这个病毒DNA 上面有94个核甘酸 是不一样的 引起了51个氨基酸的变化 所以你看看 这是它的变异点 我跟你讲 它第一次做了51个氨基酸变化 就等于 Omicron跟武汉株的差别了 它已经变到这么多代了 对 而且其实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当初是预计说 天花疫苗对原始的猴豆 是有抵抗力的 所以让我们可以产生抵抗力 85% 可是这个是已经变异过的病毒 天花疫苗到底能不能达到85%的 抵抗力防护力 其实没有人敢讲 不过这都是坏消息 这个致死率 因为我们现在的 Omicron的致死率 大概是万分之四到万分之五 但猴豆的致死率高达百分之十 对 其实你想想看 在欧美的国家 之前的猴豆的致死率大概1% 可是在中非跟西非 大概报告致死率分成3.6到10% 不等 这是没有突变之前的数据 那现在这个事情刚发生 所以不太知道说 他到底死亡率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他发病就会这样子啊 对 伤口溃烂结痂 就从脸扩散到全身 对 而且脸一定会有 所以你知道吗 以前有人麻子 麻子就是长了天花 造成伤痕 那后来就变成整个脸都坑坑巴巴的 那叫麻子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不是只有致死的问题 天花的致死率 在没有抵抗力的人大概3% 天花是一个严重致死的疾病 三层的死亡率 那其实不死的话 脸上也是充满了伤痕 不过当然也不是完全坏消息 现在有个好消息是 你知道吗 像美国还有各个当初 军武对抗的国家 当初很怕说天花病毒 被拿来当作生化武器 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就一直在研究 对抗天花的新药 那事实上 这里有研究过两个新药 像Tekovimate 他被发现他可以很有效的 对抗天花病毒 即使你已经感染了 再用药 还是可以避免病人的死亡 避免病人的重症 那他可以缩短整个病情的时间 然后那个水泡不要那么多 不要那么大 等等的问题 那不过当然这也是 针对于旧的天花病毒的治疗经验 那对于这个新的猴痘病毒 经过突变的五十一个氨气酸之后 到底有没有同样的效果 No one knows 没有人知道 我们希望指挥中心要重视猴痘